现在是我的荣誉 订阅2020年国际防御控制法律 进入法律 再次恭喜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特别的 谢谢大家 每当20号晚间 美国总统川普夫妇 在圣诞假期前 抵达安德鲁空军联合基地 向没有休假的军人们 表达感谢与祝福 并在副总统彭斯 国防部长艾斯培 以及三军将士的见证下 签署总预算高达 7380亿美元的 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 2020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案中 提到多项内容深化台美关系 包括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必须在台湾总统大选后的 45天内提出报告 说明中共干预台湾选举的行动 和美国阻止这些行动的努力 以及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在法案颁布的180天内 成立美台高阶 跨部门网络安全小组 另外还建议美国军舰 应常态性穿越台湾海峡 并鼓励盟友及伙伴跟进 法案中也建议 在台湾关系法 以及台湾旅行法的基础下 美国应加强和台湾的 国防安全合作 如进行实战训练 确保台湾有足够的 对外防卫能力 美台高届国防官员 也渴望在未来有更多互动 中华民国总统府 21号发文回应 感谢川普总统与美国国会 对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视与支持 美国2020国防授权法案 除了提供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防经费 7380亿美元外 也授权美国国防部 正式成立第六军种太空部队 为职业军人加薪3.1% 并享有12周的带薪假期 法案也禁止将华为移出黑名单 以及禁止以政府资金 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巴士和列车等 新唐亚太电视张瑞珍 综合报导 2020 national defense 手指导